避兵 平庭啊平庭啊 看把你吓了 亲手杀了楚北结的事情 该由我来做 跟你没关系 好了 我看这些东西也不合你的胃口 明日我让冬卓化仪厨娘 你好好休息吧 可是少爷 好了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我都会慢慢告诉你 怎么了 别皱眉了 皱眉就不好看了 好好吃药好好休息 我走了 留步 外面风大 好 好 就往后走 少爷 你过来 少爷 赶紧把这里全部清空 不要留下 任何主司马迹 平婷已经起疑心了 你没见他 看离婚剑的神情吗 什么呀 这 少爷 冬主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明白就别问了 天亮之前全部清理 快 是 大家都别往里搬了 全部搬出去 快快快 赶紧的 你不明白 陛下 不好了 慌慌张张的 出什么事了 回禀陛下 我眼内尸骨做铜矿 一夜之间 被人插上了禁的大旗 手矿的骑兵 被人脱光了衣服 绑在了旗杆上 什么 谁干的 这 赶紧给管人去查 是 不必查了 出北结 陛下似乎并不喜欢 我这个老朋友 退下 在门口守着 是 你 出北结 拜见燕王陛下 朕北王想来看本王 大可以书信通报一声 寡人会立马着人相迎 你走着歪门邪道的 不费力吗 陛下的内庭侍卫 对楚某很客气 何须费心 铜矿的事是不是你干的 我这自家的铜矿做什么 陛下管得着吗 那十五座铜矿 是用来交换白平亭的 司马虹出尔反尔 半道截人 本王还没有拿你们试问 你们倒先来饶我大燕安宁 怎么 大燕怕了你不抢 陛下肯以重金交换白平亭 无非是为了齐兵书 想保大燕平安 光是纸上谈兵 并不一定能实现 实力强弱 才是绝胜的根本 陛下想必也心里有数 如今 我愿以白平亭达成协议 我进居五年不犯大燕 五年时间 让陛下坐稳往位 扩充军备 这现实的利益 陛下可喜欢吗 竟有此事 如大燕吕约 陛下已然达成目的 这十五座铜矿 是否理应还给我大燕 你快趁着喝了吧 平亭姐姐 药已经熬好了 你快趁热喝了吧 这什么药怎么这么苦啊 就知道你怕苦 枣子给你准备好了 你喜欢的蜜蜒 好吃吗 姐姐 真好吃 还是冬桌疼我